當時占據到318學運中在十何的 暗時來提出到立法院 並希望理念讓全台來遍地部長 台中正義大學學生參加到 大家媽的勇競學生 並聯絡到台灣不符貌的報條來選擇理念 過程當中是下這條不就民眾的支持 將來台灣不符貌的報條北在北上 聯絡經驗聯絡發選團的問選 他們就是來自台中正義大學的大學生 是賺到參加大家媽的勇競學生 尚用自己對符貌的理念 我們要來這邊就是進行宣傳說 我們的反符貌理念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也響應立法院的活動這樣子 這個民宿活動大家媽我是走了四年了 那其實像今年有發生 有關於台灣比較重大的事情 那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就是不能把這件事情 跟那個民宿一起結合在一起 比較多的在地民眾 他其實是會主動跟我們拿這些文選 那其實就是說像剛剛 他們是剛從立法院回來 然後有分送給我們那個 有分送給我們那個菜洋餅這樣子 經過了解國台間求到媽祖文化寬委學者 今年就合照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正義大學學生參加的效應 以實在參加的方式 體驗台灣總教文化 在學生主動報名人數 要對幾年的八百人 增加今年的一千六百人 在電話當中 學生主動選擁反符貌的理念 教授你冒險是真讚動 這一段期間很多學生在反符貌貌 他們也利用這一次 這個大學媽媽繞進進鄉的時候 表達自己的訴求 不過我覺得是應該要尊重他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不置可否 今年一度的大學媽南下料金 也必定為世界三大宗教聖書 你冒險強調 就希望大學生能對台館在地文化三星臨動 你冒險標示 它不是高的學生信用媽祖 最好是要照顧了傳統的宗教華東 讓學生看到 您信通偉大的一面 因為很多對媽祖南下料金的民眾 不要弄一個心願故事 要用參加料金的方式 向媽祖來顯示 三星康教方式 感謝蔡宏伯德